诗篇第三十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二十六篇一到十二节 如何行事纯全 耶和华 求你为我申冤 因我向来行事纯全 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 耶和华求你查看我 试验我 熬练我的肺腑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我没有喊虚恨人统做 也不与满哄人的同群 我恨恶恶人的会 必不与恶人统做 耶和华 我要洗手表明无辜 才环绕你的祭坛 我好发称谢的声音 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耶和华 我喜爱你所住的店 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 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 他们的手中有奸恶 右手满有贿赂 至于我 却要行事纯全 求你救赎我 连续我 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 在众会中 我要称颂耶和华 在今天的经文中 世人不断提到 他向来行事纯全 而且要不断学习行事纯全 这样的态度与行为 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渴望 也就是渴望不断地被改变 不断地成长 以致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一样完全 今天让我们从这一篇诗篇来思想 人如何能行事纯全 时常求神光照 试验我们 在第二节 诗人求神查看他 试验他 熬练他的肺腑心肠 我们如果想要成长 就必须时常求主光照我们 不仅是行为 言语 还有内心的动机与意念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有了圣灵的同在 就必经历他的责备和光照 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 说了一些话 内心怀抱了一些动机与想法 却不知道这样的事 不仅不讨神喜悦 也会伤害到别人 直到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才能明白 另外 我们也需要神来试验我们 因为我们时常 置认很爱神 很有爱心 很有耐心 可是一旦试验灵道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 自己的本相 因此 让我们也像诗人一样祷告 求主查看我 试验我 好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自己 与智 知道如何成长与改变 时常被神的爱激励 在第三节 诗人写道 你的慈爱常在我面前 这是他行事纯全的动力之一 保罗也提到 他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 以致愿意为主而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行事纯全 不是为了在人的面前 得着好名声 也不是为了成就 所谓的自我认可 而是单单因着 愿意回应神的爱 时常聚会追求 在第四五节 诗人提到 他行事完全的秘诀 在于 他不与虚谎人 恶人同坐 不与满哄人 同群 而在第六节之后 诗人不断地提到 他喜爱神的殿和居所 神的祭坛与神的众会 又喜爱在神的会中赞美 诗人常常敬拜神 亲近神 也与神的百姓一起 这是他成长的秘诀 但愿我们也不断地 在神的面前追求 与圣徒更多的相交 以致生命更多成长 突破 主啊 愿我行事存全 生命改变 成长 求你不断地查看我 试验我的言行 及内心 愿你的爱 时刻激励我 而我也要 时常敬拜你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二十六篇二节 耶和华 求你查看我 试验我 熬练我的肺腑心肠 阿们 耶和华 求你查看我 耶和华 求你查看我 愿主你在天上 查看主你仆人的行为 好叫我可以在主 你的面前 行事存全 阿们 是的 主啊 求你考验我 查验我 检查我的内心跟动机 也求你赦免我的罪 清洁我的心思意念 你必会赦免我们 一切的不义 感谢神 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主啊 是的 你检查我 看我心里有没有那些 不讨你喜悦的没有 叫我身上所有隐而未陷的罪 全然从我生命中除去 谢谢主耶稣 你试验我 要帮助我 你熬练我 我也要成全我 我求神 你熬练我的肺腑心肠 让我这一个人 可以全然的来到主 你的面前 被主你来 检查 帮助 是的主 你炼尽我们的心思意念 动机行为 以至于我们可以全然的圣洁 在你面前 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求连续蒙恩惠 是的 我要求连续蒙恩惠 我要更像耶和华神 我要行事存全 在我的内心当中 有没有得罪你的 有没有引而未陷的罪 都求你来帮助我 洁净我 让我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是的 我要寻求主你自己的喜悦 因为耶和华你是试验我 检查我 查看我的神 我要叫我的生活 每一件事情 都被主你自己来祝福 求是恩的主耶稣 你帮助我 成全我的生活 在主你的面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